各位,美國2022年第二季國民生產總值的數字出來了 現在大家在影光網上看到 在第二季收縮了0.9% 不是很多 我們先給大家看幾張圖 首先先看看原因 現在消費者繼續大量花錢 所以消費方面沒有退縮 而貿易赤字亦比起第一季度好 是甚麼使得今季度的國民生產總值下降 扣除了通脹後 主要是因為私人投資 尤其是在房地產那邊下降了很多 另外就是政府方面 繼續減少支出 以及在政府方面 無論是國家 聯邦、州或本地 投資都減少了 所以總共的GDP 用了通脹交代後 實際上是減了0.9% 而沒有計通脹 它是上升了 看看這就是真正的GDP 紅色是減少了水 我們知道在2020年 大幅度減少 那時剛剛遇上新冠灰城 疫情 所以那時是減少了3.2% 然後就在2021年 第一季度反彈回3.8% 然後跌回比較正常 但仍然是 比起它一直以來都是高的 去到6點多的百分比 在上一季度 去年的最後季度 仍然看來好像很强勢 差不多7%的GDP的增長 但是今年的第一季度 就跌了1.6% 現在第二季度是跌了0.9% 如果我們不排除了這樣之後 我們看到就是 它從那個不計通脹 其實它用銀碼計算 是上升了7.8% 但是因為通脹9.1% 所以那時是8點多通脹 總之現在它是跌了0.9% 扣除了通脹之後 我們看看其他資料 它們的消費 我們看到消費是沿著線上 所以消費並沒有大幅度 然後退減 原因就是它們的就業方面 都是非常之好 失業率很低 所以這一點 看到它的洗費 Consumer spending 消費者的支出 是繼續上升 雖然上升的速度 減慢了少少 另外再看看 它的政府 今次是政府推動 政府各方面的洗費 就繼續縮減 所以不夠錢 進去本地的經濟裡 然後看看它們的私人 私人的投資 也看到是大幅度下降 即是私人 要是找不到投資項目 要是沒有興趣投資 認為未來的經濟會差 所以現在不是投資的時間 而商店裡的貨品儲存量 仍然是比起 綠色條線 仍然是低了很多 這是從2020年開始 因為疫情的關係 各種各樣東西拖援 所以貨品的存量 比起正常來說 可以說低了將近兩格 少了大約2000億 接著是他們的貨品儲存量 仍然是貨品儲存量 雖然是生氣的 我們看到它是勾起來 只是說出入口的貨品 是貨品的程度沒有那麼厲害 我剛才說了 看到它是想勾起來 沒有第一季度那麼厲害 他們的貨品儲存量 仍然是說的是 這是用什麼 這是一萬四千多億的貨品儲存量 這是比較仔細的資料 簡單來說就是 美國第二季度 2022年的第二季度 扣除了通脹之後 它是萎縮了0.9 比我預期稍為好 我覺得它應該是1.5% 但是它比我預期稍為好 問題是第三季度如何呢 在技術上來說 是因為連續兩個季度的收縮 所以 《金融時報》就說 美國在技術上已經進入了一個衰退期 因為連續兩季 當然美國總統那邊不承認這個 他們說兩季不算數 但是 至少《金融時報》 大家看到了 認為美國現在已經 在技術上已經進入了一個衰退期 在技術上 在技術上 在技術上